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镜国北面的小山周文王就在那里用过兵 火料定镜国肯定会在那里埋伏等你们经过 你们经过的时候千万要当心多派赤口淡茶 三位大将连忙表示了解 说完以后大军就浩浩荡荡从雍城出发 大军行军到离镜国不远处的华国境内 正准备让大军稍作休息 这时候镜国有个商人叫贤高 正赶着一群牛准备去路易卖掉 结果呢在途中遇上了正在东晋的秦军 他立刻明白秦军是要去偷袭镜国 他集中身至假扮是镜国的使者 一面应付秦军一面派下人火速向镜国通报 那贤高淡定之路迎向秦军 献上四张熟牛皮跟十二头牛 并对三个将领说 我国国君听说我们远道而来 来这边旅行十分辛苦啊 特别命我们前来迎接 犒劳贵君 三将都大吃一惊 但是都假装淡定的表示 感谢镜国国君 在贤高离开以后啊 三将以为镜国早就做好防备 只好停止进军 这时候呢 镜木公也得到了显高的紧急情报 立刻下令做好战斗的准备 不过大军出征 现在被镜国提早发现了 总不能空手回去嘛 于是他们就顺道把华国给灭了 把华国灭了以后呢 秦军就开始返回秦国 不过呢 靖香公知道秦国灭了华国以后 大发雷霆 新官上任三把火啊 靖香公很生气的说 我老爸GG了 秦国不但没有派人来调艳 还把我的小弟给灭了 真的是气死我了 于是呢大臣奔奔表示要打个秦国 措手不及 不要以为先军走了 靖国就可以任人欺负 这倒是靖香公心里所想 想要让全世界看看 靖国还是天下霸主 于是呢先整就说 东面八十里的地方 有一个小山 这个山呢 分为东西两个山脉 中间夹着一个狭长的通道 这里是秦军回国的必经之路 小山地势险要从林密布 很适合埋谱 我军可以在小山设下埋谱 等到秦军抵达的时候 杀他这个措手不及 靖香公表示此机甚好 就派先整为大将去小山埋谱秦军 秦军劳师远征 结果灭了一个小小的华国 但也是不虚此行啊 重将是归心事件 也可能是行军久了 戒心也降低了 三将忘了简叔的提醒 当大军行军到乔山一半的时候 杀身大起 滚木雷石 箭矢纷从空中飞过来 秦军站马下的到处逃窜 秦军大乱 孟明氏西起树白衣炳 才惊觉遭到晋国的埋谱 不过已经来不及了 没过多久 秦国大军被晋国偷袭到全军覆没 孟明氏西起树跟白衣炳三将也被申请 被押回晋国准备祭祀天地 这时候怀迎 也就是靖香公的母亲 秦木公的女儿 跑来跟靖香公囚情 他说 听说孟明氏西起树跟白衣炳在秦国争权夺利 现在弄得秦境两国伤的和气 秦木公一定恨不得想杀了他们 你何不把他们放回去 这样更有利于靖国呢 那于是靖香公就把三个人给放了回去 回到秦国的时候 秦木公穿着商服 在城外等他们回来 秦木公对回来的将士哭着说 我没有听简叔跟白里希的话 害得你们吃的败帐 受到羞辱 这是我的过失 孟明氏三个人对秦木公这样的行为十分感激 之后呢 秦木公还是让他们三个人官复原职 更加的器重他们 公元前625年 秦木公34年呢 孟明氏想为小三之战 暂时的将士 跟被俘虏到靖国的尺路报仇 要求秦木公准许他出兵攻打靖国 秦木公准许他们去报仇 孟明氏西起树 白衣炳三位大将 率领了400辆战车去攻打靖国 靖香公派大将先整的得子先且居前往抵御 由于呢 靖国知道秦国会在全土重来 事先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两国军队在彭崖交锋 那秦军当然就是大败而归 所以孟明氏觉得这次的输呢 比上次更加惭愧 简直就无地自容 他自己把自己绑了 上了囚车 希望秦木公不要再赦美他的罪 可是呢 秦木公相信自己的眼光 他对孟明氏勉劣了一番 继续让他当军队统帅 同年呢冬天 靖国联合了 宋国、陈国、郑国、三国 打到了秦国边境 开始挑衅孟明氏 那经过两次的败仗 孟明氏也成长了很多 孟明氏命令将士执尊 守城不许出击 靖国一再的挑战他 他也不予理睬 就算靖国把秦国两座城都给夺去了 他依然坚守不出 秦国上下气的哑养养 想要跟靖国拼个泥死我活 也有人骂孟明氏说 是个胆小鬼的 打了两次败仗就变归孙子了 要求秦木公另选良将 但是秦木公依然不调换 这位接二连三打败仗的将军 公元前624年 秦木公36年 经过一年的立兵默马 孟明氏觉得实际已经成熟了 他请求秦木公御驾竞争 提振秦国的士气 并表示这次如果再打不赢 他就绝不活着回来 秦木公也觉得这次一定可以获胜 便答应了他的请求 孟明氏挑选了金兵数万 准备了500辆战车 秦木公拿出大量钱财 安抚了士兵的家属 全国上下情绪高昂 一致决心夺取此次战争的胜利 秦军浩浩荡荡的出发 攻打晋国 那秦军东渡王额以后 孟明氏为了激发将士的斗志 下令乘船全部都焚毁 背水一战 已适与禁军决一实战的决心 所以背水一战可能是孟明氏 先有开端 才有后来楚汉相争的破釜成州 那秦军来势汹汹 一副就是不死不休的气势 让晋相公有点害怕 于是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策略 那造衰建议说 秦军此日是来报仇了 秦国做了长久的准备 我们应该避其锋芒 坚守不出 发泄完秦军就会回家了 晋相公接纳造衰的建议下令 坚守不出 秦军迅速夺回当初被晋国打下的两座成义 斗志旺盛的秦军攻占了晋义王冠 趁势而上继续挥施北上攻破交易 晋军见于秦军来势汹汹 所以呢 坚守城池拒不出战 秦军求战不成 所以转了南下 从毛金南渡黄河抵达桥山 那掩埋三年前战死的将士遗骨 并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 秦木工在桥山阅兵 并深刻反思当年一时意气用事造成的失误 随后呢 秦木工此其目的是立威跟报仇 那目的已经达成了 所以就率领秦军回国了 此次战役为王冠之战 这次的战役是秦木工的转类点 秦木工经过这次战役深深明白秦国跟晋国之间的实力差距 放弃了争霸中原想法 转而提振秦国的实力改向西方发展 秦国西边有许多农底的部落跟小国 如棉株、义渠、大力等 大大小小十多个农族 那互不相统一嘛 因为秦国土地跟他们接粮 所以常常被他们偷袭 然后抢掠粮食跟牲畜跟抢夺女子 给秦国造成很大的困扰 秦木工对于西方的发展 采取比较谨慎的策略 先抢后落 干掉抢的 弱的自然就好处理 当时西隆比较强的是棉株、义渠、大力 其中棉株领地在秦国故土的附近 跟秦国土地有接览 那有一次棉株王听说秦木工很闲人 派了鱿鱿出使秦国向秦国学习 秦木工隆重接待鱿鱿 向他展示秦国雄伟的宫殿 还有附数的国家 也趁机向鱿鱼打探西荣的情报 从交谈中秦木工发现鱿鱼是个闲人的人才 想要招揽鱿鱼 于是大臣建议呢 把鱿鱼留在秦国居住 同时派人给棉株王送去舞女歌迹 让动听美妙的秦国音乐舞蹈 使棉株王终日饮酒享乐 不理正事 国内动乱大批牲畜死亡 也都没有加以过问 等到棉株国一大糊涂以后呢 秦木工才让鱿鱼回国 那鱿鱼回国以后开始劝谏嘛 但是棉株王拒绝他的劝谏 开始疏远他 秦木工这才开始拉拢鱿鱼 在秦木工猛攻之下了 终于获得美人放心 啊不对 这才招揽到鱿鱼到了秦国 秦木工以宾客之礼接待鱿鱼 和他讨论统一西方龙族的策略 由于鱿鱼长期生活在龙族之中 对于他们的情况了弱指掌 他给秦木工的建议秦木工都非常的重视 公元前623年秦木工17年 秦木工跟鱿鱼商讨策略以后呢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包围了棉株果 并活捉了棉株王 使棉株归顺秦国 于是呢趁盛追击 逐步吞并西边大大小小共十二国 开疆扩度 扩地千里 使得秦国在韩谷关以西一代称霸 因为秦木工对龙人的胜利嘛 周襄王特别派人祝贺 并赐金谷 并赏赐一个称号叫做西方诸侯之伯的称号 希望他继续向龙人进攻 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秦木工称霸西隆 这也是秦木工在位期间的巅峰 快乐时光总是过得比快 公元前621年秦木工39年 秦木工就居居登出了 由太子英继位为秦康公 不过呢秦木工最大整理事件 就是他居居登出以后呢 殉葬人数高达177人 其中包含富有贤民的子车士三辆 叫做演习仲行跟征虎 指车士三辆究竟是志愿还是被迫 到目前也没有定论 有人认为是秦木工的殉葬 造成秦国人才流失 使得秦国200多年的时间里 没有力气可以继续争霸 但是呢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不得以为之吧 毕竟有前车之鉴嘛 如果有兴趣 我们之后可以再做一支影片跟大家做讨论 最后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秦木工没有扶持从而 那他的霸业是不是就是一帆风顺 历史上也没什么禁果的事情了呢 好了本期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有说不对的地方呢 那请再多多指教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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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